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9月20日 星期日 這一節繼續有我John Connor 跟大家繼續廣播 這一節 要講一個話題 跟我們的法官有關 中審法院的法官 外籍法官 中審法院海外的非常任法官 就是施國文 這是英文拼音 這位施國文法官就在這個月的 2日 9月2日是辭任 到了昨天 香港政府才去刊譴 林鄭月娥說 撤銷對施國文的委任 有外地的傳媒 澳洲的傳媒 報導 施國文大法官的請辭 跟港區的國安法有關 港大法律學院的教授 陳文敏教授說 施國文法官的離任反映國際對於香港 逐漸 失去信心 而大律師公會的主席戴啟斯 亦都說這件事 事件 令人憂慮 亦都在損害香港的聲譽 當然他的意思就是 你作為一個香港 中審法院的法庭 有 這些海外的法官 選擇離任 發聲 當然對香港來說 香港法治的聲譽當然是相當之 降低 他也不是批評法官 而是批評香港政府 搞到 終審法院的法官也是需要離開的 看看資料 這位法官是去年的時候 續任的 香港的特首 特首辦就說 這位法官請辭的時候 沒有提及任何 原因 施國文法官在13年的時候 委任成為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 終審法院有分常任法官和非常任法官 常任法官顧名思義就是 在終審法院 即是當終審法院要開庭的時候 那些法官一定是在職 非常任法官就是 不一定在 可能有些案件 他們會擔任 這位施國文法官在上年 是第二次續任的 原定的任期應該是到了2022年 才會離任的 但是 到了今年2020年9月份 這位法官就離開了 昨天這個香港政府 林鄭月娥 根據《適宜及通則條例》 第42條的權力 正式 撤銷對 施國文法官的委任 特首辦再回覆 施國文法官在 本月 9月2日向特首 提出 辭任 中審法院 非常任法官 當時的辭任 沒有提及原因 特首就按相關法例 撤銷他的委任 司法機構對於整件事 沒有任何補充 坦白說 對於司法機構來說 沒有補充是很正常的 因為整件事 如果司法機構要出來講解 法官離任的原因 可能是跟國安法有關 首先就是對於司法機構的聲譽 當然是有很重大影響 簡單來說這次是一件 對於香港的司法系統 對於香港政府來說 絕對是一件醜聞 所以今天你會看到大量的建制派人士 蜂擁撲出來 跟大家說 別人的法官辭職 不要把事情政治化 首先 終審法院的法官 在你香港通過國安法之後 離職 無論如何 你也不可能說不是一個政治事件 香港的司法體系 有終審法院 法官離任 本身就是一件政治事件 雖然司法就是獨立於所謂的政治議題 但是司法 尤其是終審法院 不可能去迴避 社會上面充滿爭議性的話題 例如1997年的時候 要處理 回歸之後要處理這個 內地人在香港居港權問題 這些是牽涉 過百萬的人 關於在香港的權利的問題 這些一定是社會有巨大爭議性的問題 背後一定是牽涉政治的 沒有可能在終審法院處理一些 高度社會關注事件的時候不牽涉政治 結果 澳洲廣播公司引述 這個司法 司國民法官就說 他的辭任原因就是 跟香港的 國安法立法 是有關的 不過沒有很詳盡的解釋 而司國民在2012年 曾經 任這個 澳洲的廣播公司的主席 根據澳洲媒體報導 這位法官就曾經表示 林鄭月娥 在香港說這個 沒有三權分立的這件事 言論 對這件事是很有意見的 我相信除了國安法之外 近日你這班港共官員出來 去講關於司法系統沒有三權分立這件事 本身對於 一個深授普通法 訓練教育的一個大法官ieux 其實這個充滿侮辱的說法 我們整件事見到 終於有 法官 而且是一個所謂鬼佬的法官 即是能夠 滴起心肝 鼓起勇氣 離開香港的終審法院 坦白說需要很多勇氣 亦都被委任為終審法院的法官 對於 一個法官的生涯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來的 但他也選擇 偽然離開 你這一點 其實是很值得鼓舞的 當然啦 我們常常批評香港的情況 香港的情況 就是處於崩壞與未崩壞之間 而崩壞的部分當然是多於 未崩壞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往往評論這些事件的時候最困難的地方 一方面 低級的法院做給你看的 就是他們充滿偏見 充滿政治立場 去到上一級的法院 高等法院 也是有這樣的情況 告訴你 一些高等法院的法官 他們自己本身已經有一些政治的看法 已經有一些偏見在裡面 往往是需要去到所謂最高級的法院 終審法院這些 那麼高級的法院的時候 才似乎 是可以將部分的公義 彰顯的 這個 本身是一個 很有問題的情況 但是我們作為 希望守護 民主自由的人 對於那個堡壘崩潰到最後的部分 是不是要守護的時候 都面臨著一些很困難的決定 當然啦 香港的司法系統 就遠遠未去到 就好像立法會的那種崩壞 因為立法會的那種崩壞已經去到 連立法會延任本身是否構成一個合法議會 這件事都已經成為一個很大的疑問 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 立法會的問題 牽涉的政治問題 以及那個政治啓示 是遠遠比司法系統 我們承不承認他 這件事 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 我們也不能夠 一刀切 完全否定 司法機構裏面的所有人的 一些 堡壘到底是不是被攻破了呢 還有一些空間在這裏 當然不會說這些空間 足夠說有險可守 事實上我們真正正正應該要做的就是在這些 可以 似乎是可以 防守倒的地方上面 如何可以將這些事件的力量再去擴大形成 一個爭取 民主自由的基礎 這件事是重要的 所以最低限度在香港那個所謂三權分立 這一種 論點上 其實香港人應該是最大的努力去捍衛的 正如選舉權 我們應該盡力去捍衛 但是當你捍衛選舉權的同時 就不應該去承認一個非法的委任議會 兩件事 其實是沒有矛盾的 大家想得清楚一點 可能比較抽象一點 但其實想清楚 是沒有矛盾的 所以我們為甚麼去批評那些法律界人士 你應該做的事 甚至乎你作為政治人物 你已經不再是法律界人物了 你的立場是應該 清楚告訴 市民聽 你們對於有問題的 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出現問題的時候 你們應該出來批評 其實應該要讓他變好 這件事是最基本應該要做的 正如這位司法官 司國民法官 香港的制度有問題的 他這個要求最低限度就會離開 而不是叫你 seguridad 繼續相信 制度那麼簡單 其實司法官就正正正正就拿給你看 他在給你看 當他認為這地方 這裏裡面是有問題的 負難的地方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 我會抽身離開 不承認這個地方 具有合法性 當然他沒有說到這樣 但實際上他表現出來的姿態 就是告訴你這是一個政治上的表態 為甚麼 應該不是參與政治的法官可以清楚地告訴你 他們是有底線和原則 而不是 在裏面 試過 試圖透過 僅餘的力量去嘗試去改變外在的東西 其實答案真的很清楚 因為你在裏面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扭轉 那種敗壞 無論如何這一件事件我認為也是相當之有價值的一件事 最低限度他的離開可以告訴全世界 這一件已經是上升到 去一個那麼高的層次 大法官也會告訴你 現在的國安法以及 和這些 所謂沒有三權分立的言論 已經是去到令人發指的地步 這一節說到這裏 拜拜